大家好 我是新华社记者赵丹丹 我现在呢 是在吉林长春 这里是正在举办的 第14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现场 此次呢 我们还邀请到了 新华社俄罗斯记者Masha 下面让Masha跟大家打个招呼 Masha呢 Masha Masha 咦 咱们猜过来 这边有作战来咯 这特有名的一个品牌 非常好吃的 东北亚商品馆 这是一种草本茶 由贝加尔虎畔足有植物做的 你看 对免疫力有好处 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么远的地方 能喝到贝加尔虎的茶 太好了 不是所有的人呢 很清淡 挺好喝的 挺好喝 清淡 这是我们中国的展区 微信刷找 第一步隔空感应 开开手机关火炉 不行 这么方便 掌上神功 噢 变得好神经 现在中国技能以外 值得很受欢迎吧 是 没错呀 这也是中国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 它这个红旗就是中国一系的一个自主地台 还有娱乐模式 还可以唱歌 还可以唱歌 KTV吧 好像是 哇 还可以看一些短视频什么的 咱们假装在这去旅行了 是不是 开始在车里嗨 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千多个产生企业 这边好吃 好玩的 好看的 实在太多了 让我们共建东北亚 合作 向未来